实际上我们这次四篇文章主要报道了来自这个贵州重庆大概4.41年前的五种全新的鱼化石 那么这个里头呢包括了其中的四种啊是有和鱼类 那么这里头这个有和鱼类呢就是填补了我们有和鱼类化石记录啊 大概有个1400万年的这个空白 那么这些滞留期早期的鱼类化石的大量的出现 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认识有和内演化的这个最初的这个阶段呢 是非常关键的 它其实提示了我们在这个这个时段有和内已经发生了最初的附设演化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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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